立法院表決 4月12號院會 就是韓國瑜後來下來投票 兩邊這個票數相等 韓國瑜要下來投票 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其實我們一般的議事規則是這樣 可否同票的時候 主席必須要下來 表態 柯建民就說 那是一個重大的瑕疵 要韓國瑜徹查 什麼重大的瑕疵 因為有一個原住民立委 叫盧憲一 不是盧修一 盧憲一 才有一個字 他是原住民 他是原住民立委 他那天在大陸 受邀去參加跟大陸的少數民族 壯族的活動 他不在台灣 但是立法院是表決要發那個卡 你到了才能夠發卡 第一次表決的時候他要投票 所以當時我們就講說奇怪 國民黨有五個人沒去 有一個人第一輪投了以後 就第二 三輪沒投 只投一次 所以變成五缺席 一禮席這樣 搞半天就這個如現意了 所以民進黨就說這是做票 要求傅困棄韓國瑜出面道歉 所以國會改革 你們不是討論國會改革嗎 你就叫國會改革嗎 所以柯建民就說韓國瑜螺絲散了 洪鳳凱就說民進黨輸不起 輸不起 那第一輪輸了第二輪 怎麼又第一輪平 怎麼第二輪還平呢 因為江啟成衝進來 因為理論上就是基本上 院長副院長一般不參加投票了 江啟成不是不在 只是他覺得說你們既然如果票夠了 就不需要我了 所以第二輪的時候 他們發覺盧千一沒去 江啟成衝突票 所以還是47比47 還是平 第三輪還是平 所以韓國瑜才出手 盧千一有說我沒有授權 所以幫我去投票 我沒授權 邊有人講說他是不是長得 跟那個丁學忠很像 他說或是跟圖權級很像 很像圖權級 他說仔細看也沒有 跟我也不是那麼像 而且說我的皮膚是2B級的 比較黑 有嚴重 皮膚也不像 他自己嘲笑了 所以膚師是2B 應該沒有人跟我長得一樣 所以現在鬧了一個 人家講羅生文 現在變成羅生文 所以也有國民黨委員說 一直沒可能誤認 把他認錯了 待會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韓院長行李要反共自行 這個小事情造成超而珍貝 一點意思都沒有 上週五立法院會國民黨立委 盧憲一 人不在場 卻能參與表決 民進黨團稱呼此案為 作票事件 明天會發韓院長 請韓院長思考的事情 30年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委員不在場 表決卡可以放得下去 國會的時候 議事人員整個樓勢都散了嘛 人不在國內 議事人員卻疑似以為盧憲一 已在議場裡面 綠營要韓院長出來面對 據了解 意識處已著手調查 是否為人員疏漏 有無處法一律 最快週一就能知道結果 針對民進黨黨團 但一片混亂之中 是誰帶盧憲一 行事表決權 藍營立委 一口同聲 沒看見 假設動員收到的時候 我人在那邊也趕不上 所以不可能有授權的 這件事情發生 我這樣仔細看了 像也沒有人長得跟我一樣 而且膚色的那個程度 我也是水2B級的 所以比較不可能 我也跟全體確實了 如果這樣子 如果乍看之下 因為可能他們還對我們認識不深 畢竟戴維表決 過去在立法院很常見 除了有國民黨立委 曾替王金平按下 同意見 像是綠營立委 莊仁雄 林俊憲都曾有過 這樣的行為 而吳四遙更曾被發現 藝人投4票 引發藍營強烈抗議 但時任院長游希昆 強調沒有問題 沒有所謂做票 我們都按照儀式規則 最有名的大家就記得 就是當時的民進黨的 立委陳寅 他在電視台在上通稿 可是同時間 在表決區 裡面也出現他的名字 那你過去民進黨這些行為 你又要不要去查 只是據了解 當然表決器屬立院內歸 不會觸犯法律衝擊量 是觀感問題 聽過委員怎麼看 現在說他可能是認錯的人 認錯的人 就是說把立委認錯 然後這個插錯了表決卡 今天我陳婷飛 我一定拿的是陳婷飛的卡 不會是拿錯的 那我即使今天去坐了任何一個人的位置 他跑上去也是陳婷飛的號制 所以我認為這個真的要查 否則會有這個羅生們 不論說最後票數是46比47 還是47比47 我覺得這都其次 我覺得應該要查出的是說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這個 突然之間人在國外出現 盧仙義的名字 所以這真的是第一次 不會是說 2020陳瑩已經出現過了 不是 那個不大一樣 他在國內 不是 他在三立電視台上 結果他的投票也出現他的名字 不是 我說不一樣是說 他當時候他是先到現場 插了卡之後他離開 沒有把卡插 拿起來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他有去報到 然後有插了卡 盧仙義是人沒報到 所以並沒有拿到那一張卡 那一張卡還可以出現他的名字 所以這兩件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還是要查清楚 是長那麼像嗎 超像 我一定要公開道歉烏龍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他那張卡其實不是發給立法委員 我們是到現場以後 議事人員就他現在看到的簽到 然後還有他認為你已經到的 他就會去插那張卡 我自己本身就是 議事人員去插了 對 議事人員去插了 不是我們 所以我個人覺得 我們要去取得 盧仙義委員的卡片 幾乎是不可能 一定是議事人員幫我們插上去的 但是我們也不要究責議事人員 因為真的很像 因為連常常 因為連常常跟立法委員見面的羅廷偉 都鬧烏龍 因為我在最前面 我拿著反對 然後盧仙義就一直沒亮 我就走過去盧仙義那邊 你為什麼不按 你要按 結果他說我是圖旋機 我這邊 我有 圖旋機有亮 對不起 我以為是盧仙義 所以你看著圖旋機 我看著圖旋機 圖旋機 講說你為什麼不按 你為什麼不按 盧仙義都沒亮 你為什麼不按 結果他說它是圖旋機 我整個都覺得無地製 所以圖旋機它是有亮對不對 對 對 獨仙義有有亮 所以今天不是因為 第二案沒亮 所以今天不是 沒有 現在就是說 我們雖然是議事人插的卡 他一定是有認 就是說他有報到才插那個 他們是從他們手上去看 有報到的才留的那張卡 他也有可能 一個是故意的 當然這個要抓 一個是逸旋 那個歷史人員也許看到圖旋機 看到圖旋機 以為是盧仙義幫他插的 盧仙義 圖旋機就是 給我卡 要給他 我不知道 如果兩個長那麼像 這個圖旋機是桃園 大園 海縣那邊選出來的立委 來 你怎麼看 你抗議他們什麼 所以我說實在話 所以民進黨團現在真的是 想要查清楚真相嗎 還是只是想要又再轉移焦點 記不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先講什麼 國民黨反改革 要討論 要表決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 我們也講得非常清楚 那個是我們希望能夠副委 進入委員會實質討論 實質審查 專業審查 看說帶反改革這個風向 沒有辦法帶 然後剛好又出現 這個盧仙義的這個事件 所以說當然又去扯這個 可是如果說大家真的去看的話 當天表決三個案 第一案是有這個所謂的 盧仙義的一個狀況 第二案 第三案是沒有的 但是三案的結果是一樣的 那既然三案的結果一樣的話 其實就不 過程也許有瑕疵 但是結果沒有影響 那你現在民進黨還咬這個點 我說實在話 這就是有點 你明明要翻顏 你沒有翻顏 然後你自己輸不起 那這也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我們就講的是說 立法委員沒有辦法主動 去跟那個議事人員要那個卡 他議事人員是看到我們有在 跟大家再科普一下 看到我們有在 院長講說現在七分鐘按鈴表決的時候 議事人員才拿出我們自己的名字的卡 一個一個插上去 所以說我們不會主動去要 你今天如果說我是洪夢凱 我要羅廷偉的卡 議事人員也不會給我 所以說換言之 議事人員他就是把關好那個卡片 這個真的不存在所謂的什麼 冒領盜領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是不是我自己推敲 因為我是黨團幹部 我站在最前面 我沒有看到發卡的過程 但是我真的推敲 就是有可能是議事人員 看到哪一個委員 然後他就以為是盧憲英在場 所以他放進去 等到第一案表決完之後 議事人員發覺是盧憲英沒有在場 所以再把他抽回來 有可能是這個情況 但是分三個層次 所以第一個層次就是這個問題 第二個層次 確實議事人員已經是誤認了 那他把他收回來 第三個層次 假動本來就應該要全到 所以我上禮拜五 我有看到趙先生 也在節目裡面特別強調 就說沒有錯 我講得對 就是假動 我們只有百分之在假動 尤其是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表決 我們是52票 不要以為國民黨是54票 我們是脆弱的多數 我們只有52票 因為院長 副院長 其實在講我們沒有算進去 而民進黨團是51票 所以52比51的時候 當然每一次 我們都要百分之百的出席 所以這一些部分 我特別再回去看一下 我們的相關的條例 我們其實只有三種假 婚假 傷假 跟病假 自己結婚 或是說真的有直系親人 直系親屬 不幸往生 或者是真的是醫院 重傷車禍到 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沒有所謂的事假 所以這一點很明確 我們既然就已經 定了遊戲規則 我想之後每一次 我們都會照這樣的一個進行 我們自己用最高標準 去要求我們自己 但是我們也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柯建民現在針對的韓國瑜 其實夢想的程度上 真的就民進黨輸不起 民進黨要輸不起 你真的想說認為 用這樣帶風向 以為要把韓國瑜拉下水 錯了韓國瑜現在的這兩個月 在立法院 我個人認為他才是真真正正 把過去八年立法院 沒有搞好的羅斯松的地方 好好拴緊的那一個人 現在是兩個環節出問題 一個就是說可能一開始認錯人 對不對 所以卡就發下去 如先可能是 這是醫事人員可能誤認 這是一個 醫事人員去插卡 對 第二個更嚴重 第二個到底是誰去按 如先你不在 那你到底是誰去按 你這個要查清楚 就是在這個部分 所以是兩個環節都要清楚 所以不是 我另外也要講 你說第二個環節 當然韓國瑜一定要查 怎麼會不查 這個都有錄影 這立法院一定會知道 最後大家一定會知道說 是誰去按了這個 就跟剛剛在電視上看到的 林俊先生以前去幫忙按 吳思雅去幫忙按 所以這個真相馬上就會出來 不過這跟韓國瑜其實無關 無關 韓國瑜是要把它查清楚 不過趙大哥 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建議 我現在反正不是立法委員 我覺得講話比較客觀 我覺得立法院幫委員擦卡 簡直是漏席 你要幫委員擦卡幹嘛 委員沒手嗎 對不對 你就好像學生 你去上班 你的報道證 你不能交給委員自己負責嗎 對不對 好 那委員負責 他發下來 他發下來我們自己擦 或者他擦上去都可以 你只要確認應該 他會說不要按 你都不要按 我的意思 不是 他是兩件事 你要先擦卡表示我到了 然後表決的時候 我也到了我才可以按對不對 好 各位現在就知道說 為什麼這種問題 如果讓議事人員來處理 你看大家就很容易推卸責任 第一個他就很容易混水摸魚 你知道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就明顯看到委員跟 這個議事人員在吵架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委員說 他只是出去上廁所 旁邊的委員要表決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整天表決 表決到半夜人都快昏陀了 很想睡覺 那個人可能偷偷跑回去睡覺了 可是旁邊的委員說 沒有 他直接去上廁所 你不可以把他的卡拿掉 然後議事人員就在那邊跟他爭議 結果後來還是幫他按了 我要講這就是立法院的漏席 以後很簡單 委員你出去尿盾 你出去抽菸 假裝見選民 或者突然落跑了 你通通你自己卡要拔走 你出去那卡就是你隨身的 你進來了以後 你重新開始你才可以投票 只有這樣我們還可以抓出來 到底是什麼 尤其這大家不要開玩笑 現在票數非常的近 這種問題以後會層出不窮 你在一兩票的時候 那是決定生死 這不是開玩笑的 等一開玩笑的 你選我的 總共有了 你先會寬 我二人 在一方面 你總共有空 你開始 你選這個 你把你的